Lun Sang 星期订阅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是Music 之前也帶大家看過柏林的城市景觀或探訪店 這一天我會帶大家看一個鄉村風的愛爾蘭 這次的旅程就會由火車站看日出開始 除了沿途的田園風景、山、草地之外 還會有愛爾蘭最有名的動物出現 它就是黑麵羊 第一站的目的地就是去Sligo的小鎮 我們這次主要是去看一個鏡頭盤的山 但因為這次的天氣原因 就不會很清晰地看到那座山 很宏偉的面貌 所以這一程的亮點 我們會集中在火車行駛途中經過的風景 以及有黑麵羊的出現 由於我們是天尾光就出發 所以就完成了這次火車上追入的行程 等到天色完全光光之後 我們都來到最靠近海域的一個地方 這一次也是我坐火車的旅行當中 是來海最近的一次 其實要在愛爾蘭看到彩虹是不能的 因為它這邊的天氣是時陰時情時遇 當然那就預算會比較多 所以這次旅程我也很幸運地遇到我們的彩虹 在火車的另一邊風景 就會是我們大片草原和草地 這一片這麼自御系的鐵園風光 就好像置身於世外桃園一樣 這次旅程會比較少外地遊客 通常都是外爾蘭地人會過來這邊度假 所以這邊的總體來說 人口也是非常少 所以我們這邊經過的路段或風景都會比較凶狂 重點來到我們的病包餅 由於來到這邊天氣不太好 所以我們要在武器環繞之下 欣賞完這座山的外貌 跟它陽光下的樣子都是有少少出入的 所以後來我們都轉了行程的策略 走去發現一下黑麵羊 我們第一批發現的羊羊 都比較自律 他們當初有一隻是Leader的角色 他們會在自己走快點 然後轉身 讓他的同伴一起跟著過來 他們才一起走 所以他們的步行速度也是十分慢的 最有意思的是這羊羊是一路走一路吃 所以他們的步行速度也是十分慢的 突然之間我們有了新發現 就是在這群黑麵羊當中 發現了一隻是白色的 但那些人就在這群黑麵羊 這麼多的地方 很難的 像小龍一樣 像小龍一樣 一樣 說成群黑麵羊 像小龍一樣 一群黑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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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羊在這地方生活,覺得他們非常寫意 後來驚天大發現白麵羊和黑色羊是一種結合 但這隻白麵羊實在太餵食了 吃到它另一半都吃飽了 它還在這片草地上自己一個吃 把羊羊離開後 另一個路徑看看有沒有另一個角度 可以看清楚白麵羊羊 沿途我也是想著 看看會不會突然變得好天 有更多陽光 但這一天的天氣真的太不好了 所以只拍到一點衣服給大家看 然後再拍到一些衣服的衣服 好 然後再拍到一些衣服的衣服 然後再拍到一些衣服的衣服 它是屬於Turlitz小鎮 它是屬於Tippery的三份 都是混合入住的比較多 沒有什麼遊客 另外,外以南也比較多家庭式運營的小籠裝 對外開放也要買票 但它會有比較多可愛的小動物 有牛、豬和一些非常可愛的羊仔 你看它在這朋友嘛 來到農aryn看到一隻羊在吃草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這些小動物也會有定期沖浪 所以不會特別臭,或者真的是髒 ch chi chi ch chi 全都應該繼續 因為長時間在小鎮生活 所以有時候散步都會遇到遠距離觀賞 不可以近距離接觸的牛 來到最後就由一個鄉村田園間的火車 來做一個Ending 多謝收看 拜拜 明天見